連假第三天還是出遊的好天氣 今天全台都是多雲稻情 只有東半部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而午後西半部山區也會有短暫的雷震雨 在溫度方面因為秋老虎發威氣象局 在中午前後針對了南投 高雄跟屏東線 近山區或河谷發布了高溫的黃色燈號 會出現36度高溫 提醒這些地區的觀眾朋友要注意了 而今天的整體溫度 西半部的高溫是32到34度 而東半部的高溫是31到32度 低溫則是23到24度 日夜溫差比較大 外出的話提醒觀眾朋友要注意天氣的變化了 而這樣的好天氣會維持到明天 收假日週一就要變天了